各位兄弟姊妹的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我先伴 就是住在水邊的番 因為我原住民我是 馬卡道族 在高雄 馬卡道族都在高冰地區 今天我來主工農場管理到健康 因為有些原住民在場 所以我會參加一些北洋藝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一些相似的木路 首先我們來說 農業跟水的關係 如果沒有水就沒有濃烈 我們的水稻一定要有水 以前我們都說 生命的三大要素 陽光空氣水 那麼我再加一個土地 如果沒有這個土地 這些水稻也沒辦法生長 那麼土地 我們就要做水土保持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些水土保持的方式 你如果都用雜草這個 把這些草子戳掉 就有大火的時候 我們一些好的標土的土壤 會被那個雨水沖刷流去 所以以前的人 如果看到雜草 像我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的人 以前沒有雜草劑 他們要雜草很辛苦 所以看到雜草 就像看到敵人一樣 一去之而後快 其實 雜草它有保護土壤的功能 既要它不影響我們所種的植物的生長 那我們盡量要把這個草 把它保護起來 所以現在種果樹都流行草生栽培 好 好像這個一片的草 這土壤就不會流失 但是 921大地震以後 後來再加一個 莫拉克巴巴風寨 這個地方 這是中央山脈 這裡很多一條一條白色的這個 都是崩塌地 這就表示山上 很多地 都鬆動了 那麼會鬆動的原因 跟爛肯爛法有關係 爸爸風在那個土石流 把高屏溪整個墊高了 3到5公尺 這一棵大樹 它的根系 大概有四五層樓高 這是正好在那個 屏東那邊一個山地 那個有一個崩塌的地方 就可以明顯看到 這個樹根 砸在 泥土裡面 保護那個水土的功能 很明顯的 OK 好 那 那 以色列是一個沙漠的國家 他們一年的年降雨率 只有200mm 那麼我們台灣每年 平均降雨率是2150mm 所以以色列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 可是聯合國 卻 標明說我們台灣是 全世界排名第18個缺水的國家 那以色列他怎麼 他一年才200mm 他怎麼利用他的水資源 他在容易上的灌溉 他就發明那個滴灌系統 在台灣我們 經常是用淹灌的 整天水噴出來 讓他自由慢流 這是最沒有效力 最浪費水資源 那麼以色列他發明這個滴灌 就是他這顆植物 他一定要 喝多少水 他就用電腦控制 加水給他 而且這有一個好處 就只有植物本身可以喝到水 旁邊是乾燥的 草就長不出來 你就不必發揮精神再去除草 那麼以色列 他有一個加利利湖 提供他們65%的供水 那其他35%的水 要從哪裡來 他們又發明那個海水淡化的技術 他海水淡化技術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 而且 他 使用出去的水 又回收 75%的水又回收 在 永續利用 所以他 基本上 水是夠他們用 好 以前 蔣介石 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還常在講 戰備糧 我們現在已經很久沒有聽說 什麼戰備糧這種事情 以前倉庫裡面都要廣集糧 準備要返攻大陸 這個大陸是不可以講的 要返攻 是他們講的啦 我是 原文招操 我們這個糧食 跟我剛剛講的 陽光 空氣水 土壤這個都有關係 你如果沒有 好的土地 就沒有辦法生長好的豐收的糧食 那麼以前 中國那邊 他們五千年 就是五千年的戰亂史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常有鬧飢荒 黃災啦 旱災 那麼食物缺少的時候 這些農民就會變大肥 所以你糧食如果不足的話 這個國家自然絕對不好 因為為了 那個肚子的關係 要搶東西 要搶東西來吃 那麼 我們台灣現在 糧食的自給率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二到三十四 其他的糧食就要進口 那台灣我們本身是一個海島 旁邊又有一個流氓的國家 叫中共 如果 哪一天 兩個中國 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起來了 我們台灣人會受遭殃 我們如果說 整個海岸被封鎖 整個航路被封鎖 我們不足的百分之 六十六的糧食 要從那裡來 到時候我們 搞不好台灣人 就自己為了搶糧食 就自相殘殺了 所以這個糧食 我們自給率 等我們民政府 接掌政權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糧食的自給率提高 好 現在很多 因為農產品 價格低廉 你豐收的時候 農民也賺不到錢 為什麼 到處都是吃不去 吃不完 那變 那個 生產過剩 變成那個 建價商榮 所以農民就 有了已經 不再去種那個 水果啦 或者是 一些其他農產品 那 有人在鼓勵種電 就試看看 反正 閒著也是閒著 那這個還多多少少 還可以收一點 那個 電的費用 好 那有很多很好的農耕地 因為 生產都 現在的那個 年紀大的 已經做不動了 他就不做 年輕人也不想接這個班 因為做農人 農夫 好像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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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低 收入也比較低 ok 所以把這些農地都修更 可是又在農地好的 農地上在平地造林 但是山上在砍伐樹木 這個非常諷刺 這些以後 你如果說 等台灣 被封走 開始要重新 要種稻子的時候 這要花多大的心 心血去把這些樹油砍掉 那一定要用重機械啦 那問題就大啦 那麼我們農業 經常要用到農藥 這三個好像無敵鐵金剛 都沒有防護裝備 所以為什麼很多台灣人現在 很多癌症 因為 種稻子都是要 比較熱的天氣在種稻子 那個稻子就種不起來 你看他們都沒有防護裝備 連口罩 那個 一個最基本的口罩都沒有 這他 自己噴了自己吃 那我們 農民 噴的農藥 一年 我們平均台灣人 一年要用到 九公斤的農藥 排名世界 數一數二 這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 他們噴他們吃到 如果有些農藏 殘留在裡面 我們也是吃到 所以便宜 越開越多間 越大間 要不夠大 你看這個 鴨 這三公斤的盤 什麼原因 它的農藥比較少 所以這些維生物吸菌 可以很快就把它分解了 可以盤去 這顆 放三十天還不錯 你覺得這裡 所以 我們人要健康 吃 是第一個 我們要防範的 比如 有些橘子你買回去 不要通通吃完 留一兩顆吃看看 它幾天才會壞 你就知道 這個藏藏 他買的東西 好也不好 你看這間別種很漂亮 這個是在鄉下 可是你不要以為說 現在農村很富裕 其實這個都是 都市人 因為 大概在 十年前 開放那個農地 可以自由買賣以後 很多都市人就到鄉下 買一塊土地 蓋別墅 當他的度假的地方 那農村那個比較破敗的景象 我就沒有拍了 像在那個 上個禮拜我們去郊西 郊西的農村也很多 都是蓋很漂亮的別墅 那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軍政府 怎麼 治理我們台灣 讓我們台灣人 服服貼貼的 沒有辦法再大 大規模的抵抗 我們大規模的抵抗 就是在228事變 蔣介石 他利用228事件 來把我們的精英 兩三萬人 這兩三萬人的精英 就是日本 日治時期 好不容易才訓練出來的台灣精英 就被他屠殺殆盡 第二個 他把我們台灣 所生產的稻米 還有蔗糖 這些民生物資 運送到中國 去跟國共打內帳 然後 用四萬塊 舊台幣換新台幣 把我們台灣人的財富都剝削了 好 OK 那麼 他利用 庚者有祈田 來把大地主 變成小地主 前面這三樣 你要有精英來領導 要有錢 這個大地主 變小地主也沒錢了 大地主本來是地方的私人 這些精英也是領導人 沒人沒錢 要召集人來反抗 就比較困難 好 那 後續 有一些 如果不乖的 他繼續用白色恐怖來恐嚇 你如果言論 不合他的意思 就竟然三更半夜就被抓走 莫名其妙就失蹤了 另外他用教育 來把我們台灣人的身份弄亂掉了 敵性反抖 就是說 本來我們日本台灣人跟中國是 在打仗是敵對的 結果他在教育的時候 我們小學的那個作業部後面都寫 他叫我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對不對 這六十幾年來 台灣人從小被教育 無論電子媒體啊 或者是平面媒體 都是在 用中國文化來教育我們 使我們 對台灣人這個自我的認識 就錯誤掉了 這是一個愚民政策 所以為什麼說 從中國來的這些外國人 台灣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我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台灣人 為什麼選舉會選出他 就是我們有很多台灣人 自治的人 他是已經是中國人 好 他用利用假的民族來選舉 他利用佔 佔據這個日產 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那些日產 變成他們的黨產 好 而且 用那個黨產 來搬地方的士生 在條子 好 又威脅利用 好 胡蘿蔔跟棒子 這個兩種車類 把台灣人 比較沒有骨氣的台灣人 都收買下來了 所以我們 要選贏他滿滿的 滿難的 這就是四萬塊 奉令以四萬塊 一元折換新台幣 好 那我們來講這些外來植物 這些外來植物 對我們台灣人 這幫助很大 這個是番石柳 外來種都會用一個番字 就是番茄 那這台語特番仔薑 那這個是番薯 那這番麥 番麥 那這就是番仔薏 農中番 都外來 那麼 是嗎 1949年 從中國 撤退到台灣來的這些 外來的 中國人 好 這些人 他的 這些中國人齁 水準都很低 就昨天 那種民事長講說 去買水 牆壁插上去 就要開 再看能不能有水出來 這些人 他們殺害了我們 台灣228的精英 這些人 你看是不是很殘忍 很野蠻 這些我 我們應該也是叫他們叫番 可是他們來到這邊 反而叫我們 是番仔 這些人 我們以後要好好給他教育 ok 再來介紹我種的這些果樹 加寶果 又 俗稱 那個 俗稱 樹葡萄 長在樹上的葡萄 這是春天 該換新葉子之後 是很翠綠 這是挖起來要 人家買了要 帶回去種的 樹葡萄現在有兩個品系 一個大果的一個小果 大果的大概是50塊硬幣 小果大概 10塊錢硬幣這麼大 這是他開花的時候 的狀況 他花開起來很香 非常香 我那時候種300棵 他們同時一直開 旁邊會炒 因為濃度太濃了 就變成臭的 他是桃金兩棵跟妞巴辣 還有連路是同棵 都是桃金兩棵 都是桃金兩棵 結石咧咧 他是從根部 你看這裡 從地面開始長 長到那個果子到 大概只有樹梢一尺的地方 一台尺 這樣這個地方不會長 其他都會結果 這隻狗狗 他 我每天都要 放他出去 跑一跑 去沙沙 奇怪我種這麼 我那個水果 樹木桃 怎麼大概這個高度以下 都不見了 結果我發現 都是他去吃的 結果他懷孕以後 先幾隻你知道嗎 給你 先十六隻 我家裡 我 我就要算幾隻嘛 我就拿個盤子 抓一隻過來 一二三 從這邊又把我咬回去 我 三點鐘也算不上 夠了 所以這個如果有不印證的 可能都吃樹葡萄 應該有幫助 也不要吃太多了 如果生五 一次生五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顧 你看 這個高度都沒有 都在這裡 這都要補它 好 三月櫻 俗稱平地櫻花 因為這 種在我們屏東 會開的 它每一朵都像蘭花 那這個就種錯品種囉 品種很重要 你看 這個得变 它花大概只有 百分之五 其他都是葉子 那我們的是 得变 那它夏天有一個好處 它很快就 它是冬天葉子掉光以後才開花嘛 然後花蟹的時候 就開始在長 那個新的綠葉 很快 就又整個 綠葉盎然 就可以遮蔭 夏天可以遮蔭 春天看花 這個是國外 因為我們那個是 美國到印度的北部去引種 那我們從美國引進來 那這個是 已經大概二十年以上的樹林 那我們剛剛看的那個樹林 大概只有八年 如果再過了十二年 大概我那邊也可以 像這麼大 大面積的花海 黃金果 因為它的 外觀是黃色 而且是 亮亮的 太陽一曬這個亮 所以給它取個名字 叫黃金果 那這個樹 很容易結果 一棵樹 現在這一棵的母樹 它的媽媽 大概是像 大的點綠條那麼大顆 它一年結了大概2500顆 果實 所以你只有家裡 種一顆你就吃不完了 就可以分送給 親戚朋友 而且它 裡面的果薑 像那個 布丁一樣 很好吃 它那個 果皮你給它寫字 大概三分鐘以後 它會氧化 字就跑出來了 這裡可以跟 裝幾個祝福 打放在一起 可以當禮物送給男女朋友 好 這個是大果的那個 這個差不多一斤 全世界最好種的果樹 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就是紅龍果 好 你要把它製造 是很困難 這次製造炒豆 它從上面 放快下去 好厲害 而且它一年 在我們屏東 一年可以開花 結果11次 你一般的果樹 一年大部分都只結一次嘛 好 鑫鑫 鑫鑫 奶雞 大部分的果樹 一年一次嘛 它一年11次 15天就開始花 15天一次花 等於15天後 就是 一批果樹出來 它的花也可以當 蔬菜使用 那個 你把這個花切 切細 煮蛋花湯 自動砍金 它的那個 植物性的 膠質很多 這旁邊這是雄蕾 這是植蕾 好 這是庭園樹 它這個 只要出新的芽 都是 紅色的 尤其在夏天 有朋友 帶來朋友 來到我的果園來看 我說 潘先生你的楓葉 怎麼在夏天 在變紅色 其實它不是楓葉 這是很好的 那個 庭園樹 它會結了果實 小鳥很喜歡來吃 可以當幼鳥樹 這是它冬天落葉的狀況 春天來的時候 整個就是 都紅色的 紅花 楓林木 這個 開花很漂亮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 它花期很短 大概只有七天 七天後開始落 到第四天 差不多掉光了 那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山月茵 大概有五十天的 那個開花期 我現在那邊已經花包出來了 大概 十天後就可以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這個 有一個紅白屋 這棵是我送給它的 那我們要種植 優良的水果 這有三個大要件 第一個 要有優良的品種 品種要排第一 好比說 剛剛在講那個黃金果 一公斤的 一斤的品種 也有大概只有 七八兩的那個品種 你如果種大果的品種 隨便種 都比那個小果的品種 比較大顆 所以品種很重要 而且風味也是很重要 優良的品種 它包括 它的風味 它的甜度 它的 容易栽培的程度 都屬於 優良品種的一個 這個條件 那麼你有優良的品種 你思維管理也要很重要 像我種的那個紅蘿果 我種的風味就很好吃 那就跟思維管理有關係 那跟我買品種 回去種的那個人 我要教它怎麼思維 可是它是 它自認為它 種紅蘿果也是 很內行 因為它 比我早種 可是它 比我慢 認識到我那個好的品種 等它吃過我的水果以後 它來買我的品種回去種 它還是依照它的老 那個作風 去管理它的 那個肥料管理 結果我種出來水果很難吃 所以思維管理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很多人很喜歡去買什麼雞塞 底塞 豬糞 牛糞去吃 其實那個都是 沒有經過科學配方 我們最好你要思維你要去買肥料 你要買大廠牌的 他們至少都是經過專家調配的配方 所以我們不要自己說要自己去製造肥料 這些肥料 我們讓專家去幫我們處理好 我們去買現成的複合型的肥料來試用就好 那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有機肥料 跟化學肥料要怎麼分辨 肥料有三個要素 蛋零甲 你如果把這三個要素的成分 百分比加起來 蛋零甲加起來 如果超過10 那個就已經不是有機肥料了 這是政府的規定 那化學肥料它的比例就可以調得很高 它可能 第一個蛋就佔百分之30 甲20 零10 你看這三個加起來就百分之60 那個濃度很高 你如果要是回給這些果樹 你要少量兜餐 不然你一下子弄很多下去 那個根會減死 會燒死 燒死 OK 而且 一般 很多人認為說 肥料我就整包等到那裡 肥料是要用灑布的 看他樹冠的 垂直的那個陰影在哪裡 在那個陰影的範圍裡面來思維 搖到山麥這樣集中在一個點 那個那個點的下面的根可能會被燒壞掉 好 再來就是水分管理 就是說如果 開花結果以後 開花以後 你的水分就要適當的控制 要讓他開花 要限制水量 少喝 少讓他喝水 他會有危機感 他會想說 我快要被殼死了 我要趕快開花結果 傳送接代 這是在欺騙他 就像 我們的荔枝 要還殼 就是不要讓他有水 太多水分送上去 水分很充足的時候 他就一直長樹葉 他就不會開花結果 但是 等花 花包來了以後 你那個水分就要 充分供應給他 不然 中途如果太乾燥 就要那個花會卸掉 也會那個生理落佛 OK 這是如果 有些書 你需要移植 比如說 你那個地方要蓋房子 要做什麼 你需要移植的話 要先做一些移植前的準備 先斷根 這是傳統的斷根法 這個都是 那如果說 像 三月鷹 它這個 樹葉很茂密的 你要留一條根 讓它在外面吸水 你不要把所有的根都 斷掉以後 這個土球很快就乾掉了 然後它就會枯死掉 甚至斷根以後 你最好還有一個自動灌溉的滴灌系統 通過那個位置 隨時補充它這個土球 不要乾掉 這是包裝的方式 移植要 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都準備要 移植出去 已經包裝好了 好我們來介紹自動灌溉 自動灌溉分兩個系統 一個是傳統的 類比式的系統 這個都是類比式 機械式的 這個是24小時的定時器 你一次要 幾點要噴一次 就搬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是15分 那你如果說 噴15分太濕了 你還要再加一個分流器 把它時間再弄短一點 這個可以從0分到35分 都可以控制 這個也是列比式的 這個就是以色列的微電腦的 微電腦控制的 那麼這個是美國的微電腦控制 我比較推薦這個 這個非常好用 又容易學習 一般的農民交個幾次就會了 它可以 一個禮拜 看哪一天要噴 禮拜一 禮拜二到禮拜天 每一天噴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兩天 可以兩天噴一次 三天噴一次 或者五天噴一次 或者吸 這個是每天噴 而且它可以分 六個區域 一二三十五六 你如果六分地 你要把它 或者六甲地 你要把它分六個區域 也可以分 一天可以噴三次 你要早上噴 下午噴 半夜噴 都可以調整 可以調百分比例 比如說 夏天到了 水要 多加一點 你調比例調到 百分之兩百 加倍嘛 到冬天 把它調到百分之五十 那就減半 很好控制 這台很好用 好 這些都是 以色列製造的噴頭 除了滴罐以外 還有這個 微噴罐 還有這個 這個就比較 開始大面積了 這個只有 噴的直徑 只有六十公分 這個直徑 是三米 這個直徑 這四個十五米的 另外還有更專業的 可以噴五十 這個我就沒有弄出來 那這裡有一些 如果小狗樹 矮棺木就用這個 小的噴頭就可以了 那 比較大的 像 臉部 這個六米 可以擺在它的 樹頭附近噴就可以了 那這個可以噴 這四個都可以噴 噴十五米直徑 十五米大概 我們這個房間 如果說擺在中間這裡 都可以噴到 這個直徑都可以 但是 最初引進台灣的時候 它沒有考慮到我們台灣昆蟲很多 這個在噴的時候 會動 等它停下來的時候 那個我們台灣的蜘蛛 就爬上去去把它用蜘蛛網 把它綁起來 它認為它是 可以吃的東西 結果等明天 那個電腦電視器 開始說噴了 哇 它不會轉了 它就只噴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都水災 其他地方都汗災 所以反應以後 請他們又發明這個 叫有防蟲罩 等要噴水 有壓力來的時候 它會跳開 然後噴噴噴噴 噴完以後它會蓋起來 那蜘蛛就沒有辦法 這個一樣 也是壓力來的時候 它跳起來 噴噴噴 又蓋起來 好 那現在來介紹 如果我們有 好的品種 從國外引進來 我們要大量複製 就用嫁接的方式 這些都是一些 切的工具 這個切接刀 那麼以前我們最早 都是用電器交付來接 那現在有新的這個 日本製造的這個 石辣椒模 這個 魚山高階體 他們常用的 這個伸展性很好 可以拉的 可以拉的很長 而且它透氣 防水透氣 而且你 給它爆炸以後 可以不管它 那個牙科也直接穿透 那個石辣椒模 那電器交付就不行了 電器交付 你還要去 我們看 你看 現在我用這個石辣椒模 把它包起來 你看牙可以 突出去 實際上它這個節點 只有這一點點而已 這個是大果的 這個大果的那個黃金果 下面是以前小果的黃金果 把它剪斷把它改良 變大果的 那電器交付 我現在是用在 像這個 芒果 芒果那個 比較野性 它長得很快 所以 枝牙一下子 都可以抽很長 但是有重量 那我們用石辣椒模 可能會被它拉開 所以我們再加個電器交付 把它保護起來 等到 那個 癒合已經百分之百癒合的時候 我們再用刀子把它切開 把它剝開 OK 那你如果說剛開始怕技術不好 最好說接個兩個點 提高 如果這個失敗了至少還有一個 還有機會 像這個 這個就失敗了 沒有長出來 這個有成功 OK 這個也蠻好玩的 來看我們圓景 這個 這個是我種的 那個 三月櫻 現在通通在含包 大概十天後就會開了 有一些像這個就是 那個 哇 等一下想再說 不記得 香港 不記得 我這個果園正好在 南北大武山的 山下 我這邊正好是 屏東平原的中心點 離山地大概十一公里 東港海岸 大概十二公里 這個貓咪的樹園 這個 是我接 接之接好了以後 可是被那個 蛀青蟲 那個蛀爛掉就 好的品種被 就被它蛀壞掉 因為我很少在噴藥 因為這個 都是蛀青蟲 把新的 新發芽的 都把它 弄壞掉 這個 大概在三十年 也有我們 台灣不孝的 那個廠商 從國外引進那個 福壽樓 他想說 這個繁殖率那麼高 生產率這麼高 然後 可以賣到各餐廳去 當 擦螺蟻肉 結果後來 我們台灣人的嘴很挑 這個螺蟻肉吃不到 結果就棄養 丟的到處都是 這些 遇到這個綠色的銅龍池 所以我們水稻 很多 那個農產品 都受到嚴重的傷害 我們農委會每年都要 編十幾億 來做這些房子 這就是我們海關沒有 然後管制好了 這只有第一批人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有賺到錢 他在三十年前 就是他後行李箱 裝一箱 就可以賣二三十萬 那時候二三十萬 差不多可以買一部車 一樣是海關喔你看 日本311大地震發生核災 美國開始撤僑 很奇怪他撤僑 不撤去究竟撤到關島 或是撤到他們的夏威夷 怎麼撤到台灣來 而且中華民國海關還靠邊站 是美國的AIT 他前一天晚上發布 停止所有AIT的那個簽證業務 所有的人 要不能人員跑到 桃園來自己設一個海關 海關 是代表一個國家的主權的行使 你外國人要來進我這個國家 你一定要帶在當地的 我們國家的那個大使館 領事館去申請簽證 拿那個簽證到台灣 經過海關認證 才可以讓你進來 這國家行使的權利 在這裡他 中華民國沒有辦法行使 反而是美國AIT在這邊 行使海關的權利 他們自己驗自己的 國民的那個證件 讓他們進官 從這裡可以看到 協財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老闆 這些小蟲 可以把一個樹 鑄成一個洞一個洞 這個很小 比麻牙還小 可以把這棵大樹 把它蛀死掉 這個蟲也是很厲害 這個天牛 這是新典天牛的幼蟲 你看這個天堂 他可以把這個 這棵樹整個吃到這樣 本來是整個都是綠色 把它吃到變快白色了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我經常 如果有有機的蔬菜 我盡可能是買有機的 那我自己想試種看看 結果是這樣的 好像萬兩天沒去抓湯 那就 把你吃著 這個是兇手 後來 後來我就 還是在菜市場買比較快 這隻也是湯 那偽裝的 跟那個竹竿很像 你如果不注意看 你不知道是哪一隻蟲 你看這個天牛 很小吃 在我的手臉 你看 這搞不好是新品種 新品種 我看有人是昆蟲市的 不然拿回去認證看看 用你的名字去拿 後來我就 自己給他打針 欸 有救回來的 你看 這棵就很翠綠 好 這是 雞鴻春香 他們在開會 現在開會 這個主席 全部 我們 爺爺要來吃 哪一隻蟲好吃 對 散會 好 都酒酒整棍 這 鳳台要來進行 我是做房台準備 像這個Y字型 應該會從這邊裂開 把它綁好 結果天部從人院 他有在這裡 後來 全島 這 還好 葉子被 拔光而已 隔壁的椰子樹 倒到我這邊 這就算我了 非法入境 沒收 吃不好吃 災情慘重 剛才添加這個人好 這個都是錯誤的 沒有留一點空間 讓這棵樹 長大 所以 這個是樹西瓜的灰 這樹西瓜 擋在樹上的西瓜 這有炮彈連路 這已經說有飛彈連路了 再來可能會有巡弋飛彈的連路 這 我的工廟 我就說 茶飯有這種東西來找我 所以我 有做一個 年薯板 在等它 再給你 沒有這 這造型經典的 那家庭都很愛睡 就睡到不知道怎麼要起來了 這是我的自動工廟的控制箱 我那天要打開來開不開 我來這隻座 把我放在這裡所以我打不開 這隻座 怎麼這麼大隻 那 那 沒理由 我剛才一同坐在這裡 我那裡有很多 那個 大黃風的收 這 大黃風 定量很痛 這比較恐怖 這 這裡有一個 虎頭風的 風 我聽小王子 我說 你們那不是 虎頭風 一定是大黃風而已 我說 不然你來幫我處理 兩個小王子 走我 翻頭 用走的 我說是在走怎麼 好頭髮 他說 會怎麼 會頂死人 你不是說 不是 結果我說 快處理 兩個 雕頭髮 我說是我們不快處理 我還沒帶裝備來 你看那麼親敵 他說不太好來 我說好 河庭卡丁說 他有其他的勤務 所以沒有辦法來 我就自己處理 我得哥倒菜 就倒長一長 把它吐 吐什麼 我吐下去 OK 這個 戰利品 這真的頂死人 虎頭 作水泥 又頂死人 因為我 沒有在噴農藥 所以生態比較豐富 他在吃一個炸蟲 這不知道什麼 昆蟲科的人 昆蟲系的人 沒有 這就是我照顧的 班舟 這齁 現在 在昆蟲那裡 有人去捕 捕老娘 兵在兵衆 那個 警察查到 十隻 發八萬 所以這隻 一隻行政八千 不要不得了 這是鮑魚 這陸師 在祕食 好 就我們這 全台灣唯一的 交通號制 注意散兵 對 別人沒得了 這隻 要小心不要被他撞到 這殘廚 準備溝通 要 要把自己埋起來 要準備溝通 被我發現 要把自己埋起來 那個 這隻축魚 剛才那隻蟑 Two 吃到三分之一 吃不下去 看來才有 square marin 不知道什麼兇手 還沒有查到 那我們只要 不要用農藥 盡量自己種自己吃 如果自己有一塊地 自己種一些沒有農藥的來自己享用 對自己的身體更健康 這個我簡略一下 好,我們政府 以前日本時代 日本時候 講到警察都要講警察大人 警察大人 國民黨政府來說變警察 再來變警察 再來變警察 再來變 合法派遣的老闆 所以這個 以來我們民政務 如果這件齁 我們要把 公教人員這個身份齁 跟警察的身份 也微信就做好了 不要貪污 那麼那些 日本時代有 日治旅凡政策 那這些 流亡政府的軍民來到台灣 這些藩 外來的藩 我們也要好好給他再教育 我們也要把他們當人看 現在來檢討 這次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灣選舉 檢討 我們本土台灣人 從你到投票所 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去投票 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你承認你是中國人 因為那個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好 那麼 你在自由的意志下去投票 好 結果 馬英九還是選上了 這是 我們台灣人自己 願意 把管理權交給馬英九來管我們 對不對 這是 其實 我們去參加他那個選舉就錯了 那是他們流亡政府的選舉 不是我們 我們不是在選台灣總統 是在選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我們台灣人 要跟中國人要切分割清楚 這是為什麼 美國要我們 發台灣國民身份證的原因 就是要把台灣人跟中國人 發分清楚 OK 那麼選前蔡英文 到底踩到美國哪一條紅線 第一個就是 他到美國的時候講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美國蠻高興的 可是回來 十月十一號在 高雄市的勞工中心發表演說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這是踩到美國的紅線 因為 流亡政府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那我們台灣人的蔡英文 自己等於奉送主權給中華民國 這就踩到美國的紅線 這塊土地還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OK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OK 那 為什麼 選前美國要幫助馬英九當選 這是因為 在那段時間 伊朗 要發展核武 又槍下要封走 有核武之五 那個 核武之海峽 核武之海峽 核武之海峽是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那個油 石油要從那邊經過 那是一個戰略要地 那邊有今日可能會發生衝突 還有正好那個 北安的金正日也死亡 北安也在 可能會有動亂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希望台海能夠比較 那個 平衡 所以 馬英九變成是 美國跟中共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所以 美國在選前就拍 什麼 有三個 那個 那個 退下來的 退休的一些高官 來台灣訪問 好 還有包道閣的這個 支持九二共識的這個 談話 我們台灣 被麥克阿瑟說 是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可是你在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馬英九政府 一直在反日反美 像你看這一次Makiyo 的這個事件 他的日本有人 只是一個 酒後的 那個傷害的事情 把他擴大成 連續十幾天都在 講這個日本人 蓋死什麼的 他在製造 我們台灣人仇日 然後又用美牛 這個瘦肉精的事件 來讓台灣人來討厭美國 為什麼要強迫我們吃有瘦肉精的牛肉 其實這個 你只要正常的國家 你就跟他談判 好我跟你買 我可能跟你買80%是沒有瘦肉精的 20%可以准有瘦肉精 但是你要含量是控制在多少以內 那台灣人自己選嘛 為了我的健康 那我就貴一點買沒有瘦肉精的 讓自由的市場機制去淘汰那個 有瘦肉精的 那我們應該是 聯合美國跟日本 因為 馬英九他是連共治台 那我們應該是聯合美日 來防衛我們台灣嘛 那美日有 然後 那個安保條約 還包括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是很安穩的 你如果有來這邊上過課 你回去會很安靜 睡覺很安穩 ok 好 有些人說 現在中國 軍事武力多強多強 好 我跟你說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就有20艘 29艘的航空母艦 美國那時候大大小小 那個大型的中型的 或者輕型的航母 快要100艘有 現在 他們好不容易買了一個 從俄羅斯買的那個 空的航空母艦 拖回來自己拼裝 現在 那個蘇聯也不賣 俄羅斯不賣他那個攔截鎖 他連那個鋼鎖都不會做 你說他那個 航空母艦有多大的戰鬥力 所以被人家說 他可能只是一個大型的舶船 飛機的舶船 他飛機下來 沒有辦法攔截 他就會衝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 不用怕了 好 那我們 我對本土台灣人的區域 這棵樹代表 國民黨 他的盤根結束 雜根很深在台灣 他吃到胖胖 油脂脂 油脂脂 油脂的 那我們常自認為 就是說我們 看大化新聞 看老闆來槓 在罵他們 國民黨怎麼不好不好 那只是在削他的樹燒而已 不會有大傷害 我們民政府 我們的法理論述 就是要挖他的根 把他的根給他挖爛掉 他整顆就會死掉了 好 OK 我們美麗的福爾摩沙 漂不漂亮 好 我們要不要好好給他愛護保護 可是很可惜 我們 這個台灣 從明朝 鄭成功來 就是 緩清復明的 基地 日本來了 我們變成南靜的基地 現在 中華民國在台灣 也是反共的基地 我們都是在做人家的基地 好 你注意看 這個清澈的山脈上 這裡有一個 滿洲 九盆灣的那個飛彈發射基地 我們很多飛彈在這裡試驗 OK 那麼 在這邊 我們希望 我們民政府執政以後 我們好好來 保衛我們自己的台灣 我們自己發展我們的科技 我們自己 從我們民政府執政以後 台灣一定會更好 可是 需要更多的人來這邊受訓 來一起 共同來努力 為我們台灣來打拼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起立 敬愛 哈克